大家好 我是全台湾最重司机本面老师 何姬鼎 GD老师 今天台股市爆量下沙154点 你又开始担心害怕了吗 我看来这根本是一个非常好的盘 就是一个大喜盘 为什么呢 赏户出大户进 你觉得后续是涨还是跌呢 那就看一个关键哦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哦 好 在开始之前呢 一样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的盘前盘中资讯 来盘前资讯的部分 其实今天早上我就跟大家讲了 美股表现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 标普500指数是再创新高 所以我早上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国际的盘式 然后呢还有一些分享一些类股的部分 像我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 那个系列表现得不错 所以今天系列还有相关的类股 就是我们的盖牌股 毛起来打 就是它相关类股吧 也是涨停 所以呢 这个盘式是其实表现得还不错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现在只是在一个洗盘 早上我就跟大家讲了 有一些热门的类股 还有国际的股市 你要注意哪一些重点都有跟大家讲 盘中的部分呢 我也跟大家提示哦 我说这就是一个大喜盘的格局 你知道这个消息你就要干嘛 坚持基本面好股票 千万不要乱杀你 乱杀就是白杀 白出 白白的出 好 再来呢 我也跟大家讲 为什么现在波动比较大 因为现在是散户市场 散户呢 进场的时候就打 就涨起来了 散户出场的时候就 就跌下去了 就大涨大跌 那你要习惯 最近还有跟大家讲 我最近跟大家讲的电磁概念股啊 我有提醒过大家要获利了结换股 那今天呢该怎么看 我还是今天的影片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 所以我给大家盘前盘中资讯都非常重要 如果还没加入我相关媒体频道的朋友 现在就加入吧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 扫描这两个QR Code 分别加入我的LINE跟Telegram的群组 如果你想用搜寻的方式 你可以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另外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也千万不要忘记做订阅哦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 扫描这两个QR Code 分别加入我的YouTube跟脸书频道 好 来我们一开始一样先来看一下 道琼指数啊 还有标普500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道琼指数啊 其实只是维持一个 就是高涨的震荡 说真的你说大涨大敌也没有啊 这边跌下去我们可以仔细去看一下 这边跌下去这几天 这两天是有点带量的 带量就有点像是今天的台股嘛 带量跌下来 可是跌 说真的也跌了不多 那就代表说后续啊 如果涨不上去啊 我觉得震荡走势是比较高的 震荡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你说震荡会不会走向这样子跌 这样子跌 没有重大的利空 是这样子跌是比较难的 因为最近美股会这样子跌 这样子跌这样子跌 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是从六月份开始啊 FED就开始讨论什么 减债 第一次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就跌那么深 第二次呢 大家还是有点没办法接受 就跌那么深 第三次呢 稍微接受一点点了 所以跌幅就越来越小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指数呢 其实是再创新高的 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再创新高的 所以我认为台股其实没有那么悲观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台股的走势 今天有没有有点带量 带量下杀 可是有没有杀过昨天的 就是前天的这个低点 目前看起来啊 是没有杀过前天这一根下引线的低点 只要没有跌破这个低点啊 其实啊 我认为这都只是一个震荡格局而已 大家不要太担心 这就是一个震荡 好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就是在突破17500点 17500点的整数关卡 似乎是有点上不太去 这上不太去呢 后续到底会怎么走 我觉得这几天啊 就是关键 如果说台股在高涨震荡小跌 跌了100多点 就出现了那么大的量 这大的量代表什么意思 散户因为涨起来 短期间呢 一下子涨了这么多 他开始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纷纷的干嘛 调节自己手上的股票部位 散户调节自己手上的部位 我认为啊 散户调节完反而对筹码面来讲 是好事 散户卖完之后 你发现啊 为什么爆大量 还没有大跌 那就代表散户卖完是卖给谁 谁去承接 谁去承接 我一直强调啊 是谁去承接 这才是重点嘛 谁去承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买卖 我们看到期货的部分 期货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红线的部分 这条红线代表什么意思 这条红线啊 代表外资的空单 期货的部位有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期货的空单部分 在一路的向上 一路向上是变多吗 不是 是变少 本来从最高最高 有三万口的空单 现在呢 已经剩下多少了 一万五千口 这是最新的资料 有没有看到 最新啊 9月2号最新的资料 好 我们看到今天的台股是跌成这样 外资呢 外资有卖很多吗 卖24亿 跟之前 前几天都是买几百亿的 也就是小麦而已 小麦而已嘛 其实根本就不用担心 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 这波跌下来 你会发现啊 我给大家看到很多的新闻 都是什么 受险公司大赚啊 政府公司 政府基金大赚 那他们为什么大赚 他们为什么大赚 就是第一档在承接嘛 前一阵子在第一档的时候 我们日常有跟大家分享 八大行库进场互盘 还有受险公司进场 低阶 有没有 最近我不是一直跟大家强调 金融类股为什么 表现的特别好 EPS特别高 是因为他们放款的关系吗 是因为他们卖金融商品的关系吗 我告诉你不是 是买股票 这些金融股啊 都是买股票赚钱 你可以去看一下付放金 收入主要的来源都是在哪里 业外 业外收入赚很多 从哪里来的 从排股来的 也就是说你要把握机会 在大家都不敢买的时候 你就要勇敢买 我昨天就已经跟大家分析的很清楚 很清楚 我说啊 从这几波的行情看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市场就是怎样 就是散户啊 出的时候大户在买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呢 都是这样子 每一次每一次都不例外 我们可以看到 5月初这波大跌 跌下来有带量出来 带量出来跌代表什么意思 散户是不是都开始卖股票 散户卖完股票以后呢 刚开始呢 不太敢买 所以刚开始都没有量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刚开始都是没有量的 随着呢 股市呢 一直在向上涨 我们这样看比较清楚 随着股市不断的向上涨的过程当中 量能是不是慢慢就出来了 量能慢慢出来 慢慢的电高了 好 电到最高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了 电到最高点 然后开始又出量开始下跌 又是谁在杀的 又是散户在杀了 所以这一波呢 很有可能走跟上一波一模一样 怎样一模一样 就是说 你看这边刚涨起来 这边涨起来的时候 我就一直提示大家 我说 这边没有量 这边是不是没有量 这边没有量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因为啊 为什么会没有量 散户刚开始停损 你就要叫它涨起来 马上在进场买吧 不会 它会再观察一下子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什么话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 在半信半疑中成长 你看一下 这一段行情当中 是不是所有人都在怀疑说 会不会V转啊 对不对 会不会继续向上 还是只是一个反弹 结果一下弹 弹了一千多点 那这两天的跌呢 我告诉大家 这也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散户又在出场 因为一下谈太多 它会很紧张很害怕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一波 涨起来就有量了 涨起来就有量了 跌下去也有量 所以你下次记住 跌下去有量的时候 市场就是悲观到最高点 悲观到最高点的时候呢 就是最好的买点 你看一下反弹 一千多点 这几天的关键是什么 来 17500点 明天下星期一 一定要突破 如果说呢 17500点 明天或下星期一 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坦白说 它就是震荡格局 震荡格局啊 我认为是更好 为什么 因为震荡 就可以让你有机会慢慢买 有很多股票啊 有很多投资人 老师 为什么我没买到 没买到 为什么 因为 标股啊 瞬间就涨上去了 瞬间就涨停了 你想追 会来不及追 那如果台股是做一个震荡走高的话 你可以慢慢买 慢慢买 买得多 买得多你才赚得多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而且呢 这波一定是V转吗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波浪理论的部分 波浪理论的部分 我上次跟大家讲什么 波浪理论我们已经走到哪里了 现在走到第五波的上升波了 现在就是这第五波的上升波 这第五波的上升波呢 一定会走 走怎么走啊 一定走V转吗 也不一定啊 说明它会走333波啊 就是所谓的123 我可以画给大家123 123 这样子一路上去 所以呢是看怎么走 那整体的方向呢 我认为啊 还是多头不便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10月份要发5倍券嘛 各国疫情还是严重 可是台湾疫情相对是好的 而且美国说减债 它减债了 减债只是从一兆变成5000万 类似这样的感觉 就是本来放很多 现在放稍微少一点点 现在还没有放很少啦 现在完全还没变嘛 对不对 好所以它未来只是希望说 本来放很多希望放少一点 不要放那么多 引起通货膨胀的问题 好所以呢现在连 连说都还没说 你在怕什么 所以整体来看啊 还是多头 大家不要太担心 要抱得住 你才会赚得到 而且台股还有什么 773亿的 骨骑活水 准备要进场在操作了 好那最近呢 我们来追踪一下强势股的部分 强势股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啊 台积电跌破之后 就持续的向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条线画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啊 很多人啊 就跌破500块的区间之后呢 马上停损 停损之后呢 又白出了 白出之后 它就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 其实做股票 我一直跟大家讲 做股票要想的是什么 未来 未来好不好 你不能看 我那时候就跟大家分析啊 台积电啊 在双绿双降 那时候法缩会双绿双降 大家很紧张很害怕 我一直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 三星都可以涨价 三星的技术有比台积电好吗 没有 那台积电为什么双绿双降 因为它不涨价嘛 那现在涨价了是不是就涨起来了 所以你就要在涨价之前 领先市场 先知道它会涨价 你就要进场去做操作 这才是真正的会投资啊 才叫专业的投资啊 而不是啊 涨起来说涨 跌下去说跌 不是这样子嘛 像联电呢也向上了 今天呢是开高走低 那是一个筹码的大洗盘 大家不要太担心 另外航运类股的部分啊 其实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过 昨天下跌是有点带量的 我们可以看到 像那个长荣 我们可以看到阳明的部分 长荣 阳明 万海 昨天的下跌是不是都有带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有带量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带量 带量对不对 带量代表什么意思 一样的意思嘛 带量如果只是小跌 没有跌破区间 没有大跌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啊 跌下还是有人承接的 我认为啊 是散户看到很多什么 电子类股啊 都在涨 那航运类股呢 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了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希望 受不了 出场 换电子类股 结果你换到那边 电子类股之后呢 结果怎么样 今天跌了 你去追强势 结果他就跌强势 是不是就这么有趣 所以呢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 我说 这波散户啊 出场可能是最后一批 悲观的散户 对航运类股 没有信心的散户 不出场之后 是最后一波了 最后一波的卖压走完之后呢 后续就 没有卖压了 没有卖压的话呢 就很有可能会带动 航运类股的向上涨 关键 就是在这几天 不能再往下跌了 不能再往下跌了 我已经跟大家讲 那么清楚了 关键就是在这几天 不能再持续往下跌了 所以呢 昨天 你看我昨天这样讲完之后呢 来 长龙今天是不是收红 四维行是不是也收红 中行是不是也收红 所以航运类股 这一波是不是最后一次的卖压 就看这几天 会不会能止跌回稳 甚至是继续向上涨 如果这一次是继续向上涨 我认为航运类股的大行情又要来了 手上有船票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干嘛 轻易的出场 那当然后续是怎么样 记得要持续我们的节目 再来我们来看其他的股票的部分 来 这个新闻也是一样 IC设计面临两难 是什么时候的新闻 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 我说什么 因为台积电涨价 下游终端的消费者 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很高 很难涨价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IC设计是不是变成一个中间 中间的夹心饼干 想涨价没得涨 又被涨价 毛利率营益率就压缩了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 IC设计没有那么差 这个是一个利空 利空之后你就要去测一下 利空有没有造成股价的大跌 我那时候说你可以去看什么 比如说像面板 面板很惨嘛 面板很惨的话驱动IC 你就可以去注意一下 我说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 驱动IC呢 已经跌到谷底了 如果这个利空出来 还是没有跌的话 那就代表说什么 驱动IC已经跌到底部了 说不定又是一个可以进场的机会 所以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什么 莲勇嘛 莲勇嘛 莲勇你会看到 有再跌吗 没有再跌嘛 对不对 天狱 天狱是不是也没有再跌 就是持续的在225块之间的震荡 对不对 还有什么敦泰 敦泰 有没有看到 今天呢 还是相对来讲是手带相对的低点 所以呢 其实驱动IC啊 看起来还是有手的 也就是说这个利空出来的之后呢 相对来讲是有手的 那最近的股票呢 我建议啊 不要追高 追高很容易 怎样追到高点 他就跌下来了 另外呢 我刚刚是讲比较弱的 手上有这些股票的 哎 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如果你不耐久等 可能就是换股操作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可以等得住 那我建议你就是继续放着 如果这几天都没跌的话 当然就是你看一下后续的状况 那如果说呢 你要看其他强势类股的话 还有什么 比如说像Type-C IC设计 Type-C IC设计 我讲好久了 好不好 我那时候讲说这五档 你就看几档就好了 我说 威风 智源 翔硕 创维跟预创 我说这几档啊 Type-C相关类股族群 你就看哪两档 会不会涨 就知道其他会不会涨 来 就看 翔硕跟创维 不信的话昨天的节目去看一下好不好 来 翔硕 今天创新高 台股下是啊 还是收在相对的高点 来 创维今天就直接涨停了 有没有跟大家讲 讲好久了 有没有 也不是第一天讲了 可以去看一下我前天的节目 对不对 Type-C也不是第一天讲了 那当然如果你要看基本面的话 我也帮你整理出来基本面了嘛 营收都是持续向上的 毛利率都是向上的 对不对 还有营益率 都持续的向上 所以这个类股族群的表现都不错 好 另外呢 我今天跟大家讲了嘛 刚刚就跟大家讲 说电池相关的类股族群 每起码 我们讲完之后 就一路涨停 涨三根之后呢 在高档震荡 在125块附近震荡 今天呢 也是大跌之后呢 又立刻收回125 前几天有 有卖掉的 要注意一下 这档可能又是新的买点出来了 好 再来呢 我一直跟大家讲 虐 虐是持续向上涨 虐如果持续向上涨的话 对不锈钢族群都是有帮助的 不锈钢族群就是钢铁类股族群 所以我认为这个族群 你还是可以注意一下 比如说中钢 虽然说今天跌了 跌不就是让你有买点吗 不要再怕了好不好 涨不敢买 跌震荡不敢买 涨跌都不敢买 退出市场好了 不是这样讲的嘛 对 好在 融钢的部分就是不锈钢的族群 不锈钢族群 你看今天有没有跌 没什么跌嘛 对不对 运仓有没有什么跌 因为不锈钢族群没什么跌嘛 另外记忆体的族群啊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觉得外资乱讲报告 好不好 我继续的提醒大家 我认为啊 不锈不是不锈钢 记忆体族群 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记忆体族群呢 Netflix在涨价 Netflix相关的供应链有很多 那我们在我们的那个 LINE 还有我们的 Telegram 还有我们的脸书 都有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些类股族群 想知道最新的讯息的话 一定要加入我的LINE 跟Telegram 这些群组 你看一下 基本面的部分呢 我也帮大家 打出来了 好 来我们即使今天啊 震荡 再往下跌 我们还是帮大家追踪一些 今天盘面上相对强势的类股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 指数的下跌啊 就是测股价是强势弱最好的时机点 如果今天的股价是下跌 有些股票没跌甚至是逆势向上涨 就代表说它是一档 强势类股族群 今天帮大家分享一下 这有一个什么散热族群 今天表现是不错 散热族群有双红跟齐红 双红跟齐红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看一下 这股价是不是相对来讲 都是已经跌下来跌很多了 买卖甚至呢 都已经出现了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区间了 那到底是不是价值投资还是会继续往下跌呢 基本面挂帅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营收没有成长 不是很好怎么办 好营收没有成长没有关系 如果毛利率 营益率 税后净利率都有向上的话 其实啊 获利还是会增加的 好我们看一下 毛利率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持续向上 黄色的却向下了 蓝色是谁 骑红 也就是说骑红的毛利率持续向上 双红的毛利率却向下 来营业利益率也一样 双红的毛利率持续向下 但骑红的毛利率是持续向上 再来一样 我们看到税后净利率的部分 骑红的税后净利率是持续的向上 但双红的税后净利率却持续的往下跌 你说毛利率 益益率 存益率 哪一个比较好 骑红 在EPS的部分呢 一样嘛 骑红呢 虽然说营收没有向上 但是他因为毛利率 益益率 税后净利率 都上升 所以他EPS就开始大幅的上升 本益比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家企业呢 本益比都只有15 双红是15 骑红有10.5倍 相对来讲 在台股的本益比都是偏低的 这就是一个超值的投资 那值利率的部分呢 骑红有3.78 骑红有2.93 如果你要我选择的话 我当然会选择骑红 如果这两个 就是散热模组族群呢 我认为 我觉得选骑红会比较好一点 骑红呢 而且现在是在股价是相对的低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档股票 好 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强势股还有什么 文贸 文贸全新跟红杰科 文贸跟全新跟红杰科呢 这几档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股市 股价也相对的是强势啊 那一样 到底呢 在大跌的时候呢 到底这几档股票 值不值得进场 一样 基本面挂帅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部分 基本面的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 财报狗基本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文贸 帮大家查一下 文贸全新红杰科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文贸全新红杰科的部分呢 来 好 营收的部分 是不是 来 看起来是差很多 但是有一个是持续成长 它叫什么 红杰科 对不对 文贸 也是有成长 好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获利能力的部分 毛利率 有没有看到 蓝色的部分 全新是持续的向上 那文贸呢 是有开始往下跌 那营业利益呢 哎 有没有 只有一家是往上的 它叫做什么 全新 税后净利率呢 也只有一家是往上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呢 文贸全新跟红杰科 基本面的部分 你说谁比较好 应该是全新 好 所以这样子的提示 大家懂吧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三档来讲 如果你要选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选这三档 好不好 我只是说今天的强势类股 你可以去参考哪几档 好不好 没有跟你想说明天就进场 不是这样子的 好 这几档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哪一档的基本面比较好 全新 好想知道还有什么 基本面比较好 或者是强势类股族群 最新的资讯 赶快现在就加入我的 LINE跟Taggan的群组 打开手机相机 扫描这两个QR Code 分别加入我的LINE跟Taggan 如果你想用关键是搜寻方式的话 你可以打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们的 YouTube频道也千万不要忘记做订阅哦 打开手机相机扫描这个QR Code 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觉得我们讲的不错 记得要按个赞哦 好 再来我们盘前资讯会放在 FB的频道 如果想知道我的盘前资讯 一定要加入我的FB的频道 好 再来 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股票的部分 我不是最近一直跟大家讲 标股的条件 我们持续用标股的条件来选出来的股票 都很强啊 标股的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 是什么 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相对不跌 第二个 营收持续的成长 第三个 毛利率 营益率 税后净利率是持续的向上升 好 第四个是什么 EPS当然要持续的成长 好 所以呢 我们给大家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说像畅昆嘛 畅昆也是帮大家选出来的例子 但是我 畅昆是直接送给大家 我跟大家讲说畅昆可以做 但是我有跟大家讲一个前提 我说畅昆啊 它长得比较慢 但是它是很稳的 那你想要慢慢做的话 畅昆是适合你的 所以涨了一根之后 你会发现 它持续的就在震荡当中 那它符不符合我们标股的四大条件 它也是符合的 另外符合的还有什么 聚集你看 讲完之后持续向上涨 一直向上涨 到这一阵子的震荡 我也跟大家讲说不要担心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继续向上涨 你看 9月1号又再创新高 今天呢 也不就是在高档震荡一下而已 有没有符合标股的条件 有 营收持续向上 毛利率 营益率 税后净率 它是三绿三升 EPS有没有 持续向上 创新高 还有什么 中刚购的部分也一样 讲完之后持续向上 一路向上攀高 来 涨停之后呢 8月25号涨停之后 8月26号继续再涨停 连涨三根之后呢 有一个跳空的缺口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跳空缺口没有填补之前 免惊 但是你现在进场去追呢 跟前面的布局又完全不一样嘛 对不对 相对来讲是不优的嘛 所以你看一下之前帮他画的这个 缺口缺口 缺口没有填满之前都是强势 好不好 你看一下今天 今天的话是不是台股蝶 他老兄还是在涨耶 对不对 这就是强势股嘛 对 还有我之前跟大家讲什么 盖排股的科技有没有 讲完之后呢 就是持续的向上涨一根 涨一根之后呢 他就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 今天台股在大跌 他其实这样看起来 跌也跌不多嘛 符不符合标股的条件 符合营收持续向上 三绿他是三升 EPS持续的向上 另外 我们前天跟大家讲的 前几天跟大家讲的 庞然大悟的部分 讲完之后震荡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啊赶快 这盖排股就是有 有把握才跟你们讲 好不好 才盖成这样 讲完之后就持续的向上 对不对 持续的向上 今天 今天是怎么样呢 今天 今天9月2号 向上之后呢 只是收一个十字线 台股今天大跌150几点 你说抢不抢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我们当初打开的时候 说庞然大悟就是巨响 很巨大 很巨大 因为我们上次把他盖牌的时候 他叫巨洋嘛 所以我叫他庞然大悟 突破之后呢 是不是持续的往上电高 符不符合标股的条件 因收持续向上 三绿他是三升 EPS 有慢慢电高的迹象 另外还有一档 什么 我跟大家讲啊 大家都很想看的什么 周子瑜嘛 周子瑜嘛 对 周子瑜的话你看一下 讲完他一直向上 一直稳定的向上 今天有没有跌 今天没跌 其实这种股票是比较好 有的时候 一叫股票涨停 反而没有机会 再让大家进场买进 我一直跟大家讲 像这种就还有机会可以买进 震荡震荡 有机会可以买进 好 昨天才刚讲了什么 毛起来打 毛起来打 讲完 涨停 今天就涨停 有没有 他到底是哪一档 帽打 帽打 讲完就涨停 昨天有没有讲 昨天有没有 昨天的影片自己去看一下 有没有讲 毛起来打 第一档震荡布局 第一档震荡布局 讲完 涨停 对不对 讲完就涨停了 来 符不符合 标股的四大条件 营收持续的向上 三绿三升 EPS持续的向上 跌高 所以呢 有没有发现 标股的条件 选出来的股票就是强 所以呢 你看我们标股的条件 已经选了这么多了 标股 很多分析师还在 很担心很害怕 跟你讲说 最近可能涨不起来了 还在回味过去的绩效 我们的股票 已经怎么样 全部都换全新的 全新的股票 我们都在想现在的绩效 还有很多老师在看过去的绩效 我认为台股万八不是梦 最好的买点可能一闪而逝 为什么震荡可能就是最好的买点 想把握现在跟我一起操作 选一个兼具基本面 技术面的好股票吧 好把握现在跟我一起操作 兼具基本面 技术面的好股票 透过下面的电话 0800668085 或透过LINE 这边有QR Code 这边有QR Code 透过LINE来直接跟我联系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则